嗨嗨 居媽 這款遊戲真的是 精靈計畫 社群裡面 老玩家們 也不老啦 因為這遊戲出來才 一兩個月的時間 九月到現在大概也兩個月 九月十月 也快三個月了 因為我是看最早是 九月一號九月二號玩的 那也三個多月 也快三個月 如果十一月底十二月初 就已經正式三個月 那我看到 很多玩家從一開始很熱心的 幫忙抓Bug 建議啊之後 直接罵官方吃屍 這是在社群裡面看到 可是真的他在挑戰 玩家的耐心啊 對他打著有第九世代 的一個 旗幟然後還有 太精化的戰鬥方式 就是就讓玩家 沉迷之後 然後就說 你要幫忙他抓Bug 好這也不打緊 抓了一個月兩個月之後 他重啟了 那就分了什麼 舊伺服器跟 新伺服器 那現在大家都是 新伺服器 新伺服器就更好玩了 以前的Bug都沒有修 所以如果你要玩的話 我建議啦 是不要課金啦 然後我們現在看好友 我好友我第一次玩 類寶可夢遊戲 好友沒有加滿的 然後甚至喊的 都沒有人理我 對 那好友添加呢 這些根本就是個笑話 因為根本就添加之後 完全沒有反應 我完全在懷疑這些 很多都是官方放上去的機器人 所以你要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不要課金 這句話我會一直講 對你可能會覺得說 欸你之前在講什麼 寵物冒險家 寵物冒險歡樂夠的時候 怎麼沒有講 對這是兩款不一樣的遊戲 一個是像素 一個是3D OK 那 為什麼沒有這樣講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想要支持他們 因為大家要知道 這種類寶可夢 可能有一點版權正義 就是 說實話就是 盜版這樣 可是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跟 正式的 有什麼樣的協議或共識 那或許他們沒有協議或共識 是真的盜版 說不定 可是 不要讓自己有麻煩 對 那是不是盜版呢 誰說的算 法官說的算 因為最後一定是任天堂去告 這些遊戲廠商 對 如果他們沒有達成某種協議的話 那 法官判定之後 他才有資格說這盜版 像之前有一款 回合制的遊戲 也是寶可夢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對 已經被判賠好像幾億吧 所以 要玩之前想清楚 不要課金 好 讓大家看一下呢 我的精靈 我的精靈呢 大家要知道 我一定是先抓蝴蝶 那蝴蝶呢 有一個 技能 就是 蝶舞 這隻有 好 那蝶舞可以增加自己的特攻 和速度 一級嘛 所以大概 抵個三次到 六次是無敵啦 那我基本上都會疊滿 就是 完美主義者 OK 然後 蝶舞 蟲鳴嘛 然後 看你要空氣長還是要念力 對 念力可以打一些 比如說 格鬥戲啊 就是看你打的區別啦 所以這兩招的話 都有人裝 然後 最後就是 催眠粉 再開啟他的 特性 蝴眼 OK 那這邊開啟蝴眼 是要用特性石去開 那特性石的獲取途徑 就是有這些 等一下也會講到 好 再來呢 性格的部分是選 膽小 因為 這一隻基本上 他的種族質都是長在 特攻 特攻 然後 跟 速度上面 所以這兩 這一隻呢 就是 加特攻或加速度的蝶舞 是最完美 開啟蝴眼之後 可以增加招式命中率 所以 呃 催眠粉是 幾乎是 百分 九十七點二吧 我記得這個數值 沒有記錯的話 九十七點二 對 所以他的性格的部分 就要選擇 膽小 就是 減攻擊的 然後 加速度 然後 另外一個是 也是 減攻擊的 然後 內斂 對 那這一隻呢 我也有 對 不要懷疑 因為你們都知道 我是一個 去那個 去那個好了 欸 沒反應啊 這遊戲 人家是 三天一小修 五天一大修 他是 三小時 一小修 五個小時 一大修 所以基本上呢 你就是一直在看他 在 維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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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現在 現在按那個 沒有反應 我的天啊 這到底有多 少的問題 可以 這樣子 這樣子 他的 做法跟那個 掌油一樣 對 那這個的地圖呢 完全是參考火紅的 我在 前不久才把火紅整個破關 在我的那個 類寶可夢的list裡面有 如果大家想要 重溫 那我 我就是剪金 就是把精華加上字幕 因為我覺得那個玩法 就是攻略的部分 是不會變的 那裡面我用到精熟字 就是作弊碼的部分 那如果大家想要 重回兒時的記憶 可以去玩玩看 那他就是火紅的 所以 我在 社群上面有看到說 這怎麼過啊 地圖怎麼樣 其實基本上他就是火紅的 那火紅那邊呢 我有很詳細的介紹 比如說 地鼠洞啊 地鼠洞還不用 月見山 月山也還好 反正是有一些地方 比如說七之島之類的 他有些迷宮類的 我在 之前做火紅的時候 就有 去提到 好 這邊呢 對 內斂 那我也有抓 只是說 為什麼我沒有繼續玩下去的原因是 因為 我 星期六 上個 上一次那個廢杖分享之後 我隔天就沒有玩了 然後就重啟 重啟之後 我抓抓抓抓抓抓抓到星期一還星期二 我發現 我的認真和努力 不曾回報 你看喔 我的身心的部分 我這麼認真 蝴蝶目前是 四顆星 然後大家一直問我的大陣風 我本來想 用這個遊戲做測試 他可不可以拼過蝴蝶 也是四顆星 我這麼認真努力 如果你之前有在追我的 你應該知道 我一定會把他們兩 把蝴蝶練滿 因為之前還不知道大陣風 那大陣風是有人問我說 他的技能配照怎樣 那我看了一下 確實是可以玩的 尤其他的 這一招 致命真刺 因為只要用這一招打倒對方的話 攻擊就是巨幅提升 那 提升三級 那也就是說 打倒兩次就提升六級 最滿了 對他還有滿幹 就是如果打不過的話 就滿幹 然後最後兩招我可能會用毒靈 那毒靈之後再是 獨一衝擊 好我的配招可能會這樣 那你可能不一樣 所以anyway沒有關係 那他的 重點是他的特性的部分 他可以Mega進化 也就是說 加Mega 所以這遊戲是有Mega進化的 OK 所以這兩隻呢 我本來想要用這個版本做測試 然後 好用的程度如何 又可以Mega 那 玩起來一定會很爽 又可以Ti進化等等等之類的 可是 這遊戲就是 這麼的不整齊 那你說 那這遊戲裡面 之前有說就是扭蛋的部分 不要抽精靈 那要抽什麼 抽攜帶物 可是 聽清楚 可是 攜帶物 雖然 他給你看到這個能力 有沒有 很多攜帶物 是 沒有效果的 所以 到現在 我在 錄的前一刻 前一秒 對 11月10號星期五的 3點多 我去看了 Line的社群 還是有人說 欸這個攜帶物怎麼沒有反應 那個攜帶物怎麼不可以 還是有 呃 免費測試玩家 對 去跟客服反應 可是客服就是 給你碰軟釘子 他 他也不是 不處理 他就是 以讀以回 然後就是回那種 就是 很官方 就是我們移轉到相關單位的那種 回法 對 我覺得他們根本沒有 很正式的去重視 玩家的很多問題 那像這個萬人傘這個是 第九世代才有的吧 我看了很多攜帶物 他是第九世代才有的 很可惜 如果你真的要抽 抽 扭蛋的話 是攜帶物 那我覺得這遊戲應該重啟的 狀況 差不多了 對 如果有重啟的話 我覺得 第一他不要把精靈的身心弄得那麼難 那第二 精靈的等級也不要那麼難升 因為現在的那個精靈等級 超級難升 跟我看LINE社群他們說 現在的心服是以前救服的至少 兩三倍 就是男生的狀況 心 身心也是 也就是說如果按照以前的狀況 如果我現在 是三星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已經滿了 對 就是如果是兩三倍嘛 我們這樣 約略估計之算 好 那 那 影片呢 我會分好幾集去講 那 感謝你的收看 我只能這樣說 好 愛你們囉 Muah Muah